即將登場 不同主題組合的煙火秀 融合多種特殊造型及色彩 將台北河岸點綴的璀璨奪目 2024大稻辰夏日節 即將在7月21日到8月10日舉行 台北市觀傳局公布四場主題煙火秀 活動每週三晚上8點施放300秒 七夕情人節當天加碼至480秒 且擴大煙火施放面積到700公尺以上 呼應台北建成140週年 這次我們增加了好幾場的音樂會 之前只有在情人節當天有音樂會 這次我們是在三場週間的煙火之後 就會有一個音樂會 所以週間是從6點到9點都有活動 目的就是希望能夠讓大家擅長的時間 不要擠在一起 那對交通衝擊可以降低很多 那在8月10號呢 我們從下午4點半到晚上的9點半 他都有這個包括煙火 還有音樂會在內的表演 其實我覺得看我煙火之後 然後再聽音樂會剛剛好 會變得非常棒 最主要就是因為之前有民眾提到 交通會堵塞的問題 那我們提早一點點可以讓第二場下班的人潮不容易受到影響 而且又剛提到說我們又增加了音樂會 讓人潮散場的時候不會擠在一起 那既然不擠在一起就可以減少交通管制的時間跟範圍 因為來的時候的民眾通常會比較散 其實最主要會影響大家下 散場的時候大家一窩蜂的出去 那就變成耗次必須要做比較大的管制 會傷害比較大 那來的時候因為大家散散的來 其實管制的範圍 或者是管制的強度通常不會那麼高 那今年我們雖然說比較多場改為少場 但是我們每一場煙火這個放的時間 從180秒到變成300秒 所以是有提升這個內容 而且這個剛剛提到就是說 之前結束之後就結束了 所以大家一窩蜂離開 造成交通的混亂 所以我們今年把比較強的卡式的音樂會擺進去 讓這個除了欣賞煙火之外 可以來享受這個音樂會的這種感覺 那所以我覺得今年這個也非常值得 我們這個各國內外的朋友們 大家一起來欣賞 另外 觀傳局也公布 五場音樂展演的卡式陣容 16組各大音樂節忍氣歌手接力登台 民謠雙男生樂團特休斯 率先在記者會上開嗓 讓大家閒聽委快 活動期間將讓民眾觀賞煙火同時 精彩活動不間斷 哦 我在同一個城市 偏尋不著一樣的故鄉 既然有時候忘記了 我早不再和你說出平凡的日常 七月份 八月份 我們都歡迎所有的好朋友 到大稻埕欣賞 不只是煙火 市集 美食 大稻埕的歷史街區更重要 一定要來聽特休斯 好不好 好 剛剛聽他們的歌聲 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動 如詩如醉 而且郭台語結合民謠 真的是歌聲又很優美 聽了都覺得好喜歡 特別是剛剛這首歌選得真好 那今年我想我們也有很多新的亮點 包括我們這一次特別規劃了一個光榔 就是我們夜間會打上燈 長五百公尺 會讓整個河濱點亮 而且讓所有來的市民朋友 不管是情侶 或者是媽媽帶著孫子 和全家大群起來 欣賞到非常漂亮的美景 另外我們的煙火 今年我們有連續三個星期三的晚上 釋放煙火 而且長達三百秒 特別另外有第四場煙火 是在七夕 當天前日今天晚上 我們會拉長到七分鐘 四百八十秒的煙火 而且見識 大家一定可以想到比去年更漂亮 更渲爛的煙火表演 另外很重要 也就是這一次我們特別邀請 包括來講特休斯 在內的許多優秀的樂團 歌手 一起來演 所以帶給我們這次的夏日節活動 更加的精彩 吸引人 另外重演結合在地的特色 包括商圈的美食 好歷史街區 而且大家煙火看完 也可以到我們的小海神皇廟 跟拜一下 大家也知道 我們都非常歡迎大家一起前來 所以我們這一次規劃很多的活動亮點 就是希望讓大道城夏日節的活動成為全台灣 我們每一次來到夏天都知道自己要來大道城 所以很謝謝我們各個商圈 大家共同的付出 我們很期待這次的夏日節 能夠吸引到過激怒的人潮 帶給地方更多的商機 整體經濟的發展 所以很期待 屆時也會看到我的聲音 我一定會帶我的三寶去看煙火 而且是沒有讓我是不同人知道的時候 所以就是微福出去 25天的活動除了煙火音樂會 還有大道城商圈店家 雨士集藍色水路等著大家遊逛 享受遊會 體驗專屬台北的河岸風光魅力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